美国洛杉矶旺角综合大楼专案启动仪式 在格兰黛尔Purch大楼盛大举行 美国北平会投资集团总裁 Riva房地产公司CEO 以及工商企业界人士参加了启动仪式 请看报道 美国北平会投资集团 Riva房地产公司在格兰黛尔联合举办 洛杉矶旺角联合大楼项目启动仪式 同时宣布将在雅凯迪亚高端社区 建设万角联合大楼 受到投资者的关注与青睐 当天美国北平会投资集团总裁王博林 美国Riva房地产公司的CEO 美国华人总商会会长成员 美国金泰雅国际公司总裁孙小华 美国中国品牌发展集团代表鲁安 以及著名的建筑设计师 会计师业界同好近百人 一同参加了工程项目的启动仪式 我们58望角这边呢 是主要是做线上线下一体化 主要是服务于咱们华人企业 在华人企业 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的 一个连接的桥梁 咱们现在呢 线上这块呢 由58这边 58同城来做线上的数据分析 来把大家的这个分类信息 结合到线下 从58望角这个实体的综合楼 来体现出来 58综合楼呢 一层二层三层四层 最好的project在Arcadia 是由那个 RIBA这个家公司 来做这个预售 还有预租的这个动作 北平会投资集团 汇集了中美各行业的业务精英 致力于在海外 为中国企业 既定切实可行的 投资策略和项目 聘请各行业的专业人士 在风险评估 跨界整合等方面 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凭借高科技手段 建立线上服务平台 那么今天呢 主要是500望角 他们就要很快就要开业了 那么也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 这他们主要的人民呢 像王博林先生 以及这个孙小华先生 曹新先生 卢安先生等等 都是我们美国 华人总上会的重要成员 那么在这里呢 育有永远 建成后的万角联合大楼 势必将成为 洛杉矶的一个新的地标 环球东方记者李渔冲 肉软机采访报道